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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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初心就是 找回當初最單純的快樂 每一個階段 我們對快樂的定義都不一樣 當初 可能你在一個 非常好的產品裡面 有一個角色 你可能觉得很快乐 然后你正在做一件 非常喜爱的工作 你可能觉得很快乐 但是那个快乐好像不见了 虽然我们还在做同样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那个初心 是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热情 因为这个热情是没有办法培养的 那个热情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 那个热情是 当你回到你刚开始那个时候 你会因为你把一个人这样子做好了 就很快乐 当我们在把这个初心拉回来 或者说在提醒我们自己 他不应该从你的劣势里面离开 或许他的流行程序不一样 但是怎么样一直保持有这个初心在你的每一个阶段里面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让我一直不断地 和我一直在去不断地 它的流行程序不断地 就take it seriously 即使你今天要跟客人 开一个玩笑 也好 今天办一个活动也好 今天只是 做任何的事情 做一个创作 take it seriously 然后把它做到位 把它做满 这是我的管理方式 然后 我如果做不到的 我也不会要求我的团队 我很希望 我能够把接下来的时间 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为台湾写一本 台湾的微谱 我觉得台湾微谱 之所以那么重要是 它就像是家谱一样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怎么来 我们怎么去 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 用一个对的语言 必须要建立这个标准 那这就是标准 当在这个标准之后 我们可以做任何的改变 加入自己的想法 但是 这个formula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当务自己 而且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 因为台湾微已经基本上停留在我们的上一代 就是我们这一代已经很少的人可以衔接上 所谓的台湾微 所以我很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完成 然后对下一代才有一个标准 标准从现在开始建立 点字幕志愿者 杨树一旦 点字幕志愿者 杨树一旦 点字幕志愿者 杨树一旦